我儿子可帅 别人帅呢 我们家还要个儿高 我们家找个儿高吧 看我们的孩子挺帅的 人家都说他像韩国的一明星 我现在化好妆了 然后等下换身衣服 再弄个头发 就可以出门了 这就是著名的终身公园相亲奖 这女孩是九几年啊 我九四的 北京人 你还是挺好 这几年有勇气 哪年代姑娘 我九四年的 你家是哪的 就北京了 北京姑娘 你是什么地方人呢 我去北京了 当地道 你还在跳吗 你两天呢 该走 别乱了 我来得 九四年了 小啊 大概九四年都来到 哎呦 挺小啊 好早 那也就来了 大长没来啊 妈妈都没跟你来啊 都问这个话 你们家有房子吗 是你父母住的房子吗 是你父母住的房子吗 是你准备房子 有车吗 有你们下的车吗 上面说你爸妈是我的当地的吗 我方便问你 你上大学的时候 她跟她一样 就为什么这么多人呢 那你就说有有那个意愿和我们家还是交流 我们家还是交流 咱俩不聊了吗 过来过来过来我们这没说完呢 我还想她趁我压了 哈哈哈哈 她想她挺好的 对呀 她很健健的 对 round one 我们的同学也一米八三 近高十五米 你家人在 你们俩都两个呢 对啊 我和她再来一块 你看 我这高多少 哈哈哈 我看高费姐姐我们家俩 你快点成 round two 你哪年呢 我们几十年了 三二月的 我们家八四年了 太大了 你觉得大吗 哈哈 round three 而且都是北京的孩子 你也是北京人吗 对啊 哎 怎么听你说话有点口径 对啊 我 你不是很多北京人吗 是土的北京人 我爸那一辈就是 因为我爸是哪一家干部 我八年那是季野南方 可是你说有点那个 对 不是纯正的北京那个 对对 你也是北京人吗 就在桃亭那儿 我家小孩把身体都开始情坏坏 八九都开始打小气急 当时不瞒您说吧 这才女孩也挺多的 为什么不谈啊 我们是说对自己负责 对别人负责 就是对自己负责啊 为什么呢不能谈呢 就是说她要去国外读书 我们的这个 钢口馆 也女朋友都没找过 很担心的也感觉 来点这个 我们要找上个清房下个厨房的 因为小女孩挺好的 挺漂亮的哈 那谁很感激 你也不说话吗 不叠辈子正常现象 没关系的 你应该自己写一个单子 岁数啊 数项呢 写上也挺好的 要么你本人来 跑着口这个地方站着也可以 挺好的 不好意思哈 不好意思 别不好意思 你该来得来 你属什么呢 我是找属 中 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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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年的 差三岁 说属相不好 然后 91年 你们不想找 不想找91年 91年属 样的女孩 不保护命吧 然后92年的 差六岁 也不好 就是什么 就是 你跟他们这边人 都是这样的 都这样的 都不早 但是跟我们差不多 我们特朴 就不愿意找 你要是二十几岁的时候 还可以 可是三十多岁的时候 户口就不一样 这个没户口没住房 这个吧 想找一个有北京户口的女孩 这个是 没有户口有住房 也想找一个有北京户口的女孩 她缺什么找什么 她不缺她不找 一五件 直接找北京人 然后你个字高见 哎呀 这么好的姑娘 你得要好 我找一个 一定要 人家 首先是人品 要和你牵手 到一眼 来 找那种 好几八的 找哪一年 你给谁找啊 自己 你自己 你觉得合适吗 这个 不懂 不懂 这个得看你们提要求 不合适就 您是哪个人呢 我江苏 她找北京人 无所谓 谢谢 谢谢您 谢谢您 你听说小姑娘 你看 像这个男孩吧 都配不上眼 要他大眼睛 光头 灭头 对吧 你要学会剧 有人喜欢剧呢 你不是北京的吗 你没有看上他 这一说 不是北京的 你就说 我要找北京人 我看我妈妈有要求的 你就是也不得罪他 对吧 这是一个 有个男孩吧 拒绝 你就说 哎呀 不好意思啊 我要去洗手了 然后手里有点粗快 到这儿来 什么样的人都有 别猫是给谁了 人没有 不能闪 鱼龙虎啊 你看人 不能闪 不能闪 就看靠谱了 觉得这是我选择范围之内的 你就给他了解 了解 你了解 三五分钟就 赶快走 就下一天 不是他耽误你时间不好 这会 这什么样的人都有 基本上有些 老头 我说他就不是来找二十 你知道吗 我就不好意思再说了 反正你自己 如果他比较担心嘛 我就不想 那个说调的 你知道吗 反正你多长心啊 那个朋友呢 说的 老大 因为他今天没来 上过他没过 哎 那个谁也带有啊 坐坐坐坐 那个 这有一个姑娘啊 啊 九四年的 现在我旁边呢 从英国留学回来的 北京的 大陪女孩是看不上我儿子的话 说他特别的不会聊天 你就我再给你一物色 手里很男孩 特别优秀 我们接住人吧 都接住那人品好的 不接住那种人品不好 这男孩中央部位的 还有气质 投名壮名 但是我有一个朋友的孩子长得很好 但他今天33 不是33 30你接受吗 那就前面我给你领过去 这个年轻 你看他们几个比较年轻 都90后 那你是我给你领来的 你还不感谢吗 那可不胜 那我就觉得能起来 对 因为很多人都不会带着这个本人来 你就带着本人来 所以我刚刚才围攻你 我体还挺有勇气的 你这么年轻就就吐在这边 多累啊 看我这个头发 一天都湿了 出汗湿了 回头的妆也都脱了 真的是太强了 我觉得向心脚就像是一个非常公开和自由的信息分享平台 在这你可以获得充足而且大量的信息 可以最大限度的让你在最快的时间内找到一个心仪的对象 而且终身关的门票只有三块钱 三块钱就有可能买到一生的一元 不划算的比较一